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有人能够在此拖住日军就好了 元平镇黄敬国向阎西山推荐了进隋军第34军第196旅的江玉珍 对于江玉珍 阎西山是了解的 经王晋国这么一提醒 他也觉得要守住元平 非江玉珍莫属 但是阎西山一问 却被告知江玉珍带领部队去了大同 发现大同沦陷后正在赶往郭县的路上 阎西山命令立即给江玉珍发了一份六个字的电报 江玉珍收到这份电报时倒吸了一口冷气 一 阵外激战江玉珍接到阎西山的电报打开一看 整个电报只有短短六个字 正应了那句话 字越少是越大 这六个字是死守元平七天 阎西山这是给了江玉珍一个几乎是神仙也无法完成的任务 李时江玉珍的第第196旅 论装备确实不错 不仅每个团都有重机枪连和迫击炮连 还有一个独立的炮兵营 江玉珍但是说到人数对比就令人不寒而栗了 江玉珍只有第391 第392和第413团三个团 都是步兵 是个人都算上也只有三千人马 而江玉珍要面对的版原师团有七万多人 仅仅是人数上就是一达二十 这还不是最大的差别 最大的差别是版原师团轻武器一应俱全不说 还有150辆坦克 250门火炮和轰炸机等等 江玉珍什么话也没有说 收起电报后命令部队火速赶往元平镇 第196旅赶到郭县的时候 阎西山还给江玉珍补充了两千左右的兵力 江玉珍知道自己的上级此时也只能拿出这么多了 带领五千左右的人马赶到元平镇后 江玉珍举行了试试大会 在试试大会上 江玉珍拿出了阎西山的电报 阎西山他一字一顿地把这六个字重复了三遍 浩浩荡荡的五千人会场竟然鸦雀无声 只有江玉珍洪亮的声音在空中盘旋 每一名战士内心都十分清楚这七天 也许就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七天了 江山垂泪 山河哭泣 战士们别无选择 江玉珍让战士们把多数群众转移出元平镇 然后各自隐藏起来 避免被日军侦察到自己的实际兵力情况 9月30日 日军派出侦察部队到元平镇进行侦察后认为 元平镇没有军队助手 让部队第二天按照计划开进元平镇 元平镇城墙外面的情况 10月1日 板员部队来到元平镇外围时 已经是中午时分 日军下令就地生火做饭 正当日军准备开饭的时候 突然枪炮声大作 日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损失十分惨重 日军面对这次突然袭击 因为搞不清虚实 不敢贸然向元平镇内进攻 只好一边抵抗一边往后面撤退 但是狡猾的日军指挥官 很快就发现了问题 日军发现炮火全部来自元平镇内 这说明附近其他地方并没有中国的部队 而元平镇并不大 驻扎在镇内的中国部队不会太多 这个不会太多究竟是多少 日军一时也无法确认 便先安排休整 等第二天更多部队到来后再进行安排 第196旅的炮兵 第二天 随着越来越多的日军集结到元平镇外围 日军的胆子也大起来了 他们派遣轰炸机对元平镇内先进行轰炸 同时用炮火猛烈轰击镇内 第196旅伤亡了几百人 轰炸过后 日军派遣坦克在前面开路 步兵紧随其后往元平镇内挺进 江玉珍明白 日军对城内有多少兵力并不清楚 现在能够再一次痛击 日军是守住元平镇的关键 江玉珍命令炮火 不惜血本地对阵外的日军进行轰炸 因为没有平射炮轰炸日军的坦克 只能组织赶死队抱着手榴弹 爬上日军坦克炸毁坦克 这种狠镜确实吓唬住了日军 但是第196旅的伤亡也是惨重的 10月3日 江玉珍命令护士带领伤员转移到阵外 战事这些护士和伤员不幸被日军发现了 日军把我军伤员全部杀害后 又对女护士实施轮奸 发泄完受信后 把所有女护士也杀害了 江玉珍知道后 愤怒的双眼快喷出火来 江玉珍下了两道死命令 一是伤员不再转移 生死大家一直在一起 二是不再接受日军投降 统统处死 二 第196旅死守元平 七天后没有等来撤退命令 10月4日 板员凭借自己人多 开始把元平镇包围起来 继续用轰炸机和炮火猛烈攻击阵内的第196旅 江玉珍多次组织赶死队 冲出阵外阻击日军 元平镇10月4日行动图 战斗进行到10月6日 再挺住一天就算完成了 死守元平七天的光荣任务 这一天第196旅 已经牺牲了超过一半的人员 看来要守住元平镇 没有太大的问题 经过两天的狂轰滥炸后 这一天 日军在元平镇东北方向 撕开了一个口子 随后日军进入城内 占领了东半城 由于地位 双方只间隔了一条大街 第196旅所剩弹药已经不多 战士们竟然直接冲到对面日军阵地 抢夺机关枪 然后用日军的机关枪 在日军阵地扫射 当天下午 江玉珍肩上挂着两枚手榴弹 来到守卫西半城的第392团 看见团长张震灵 正在紧张的指挥作战 他把肩上的手榴弹取下来 挂在张震灵身上 告诉他挺过明天 就完成任务了 10月6日 外围敌我双方兵力集结情况 当天我军中陆军 已经集结到圆平镇以北 左陆军和右陆军 集结到了圆平镇东西两则 预备军集结到了 新口以南的新县一带 新口大会战即将开打 但是此时郭县却危在旦夕 晚上 第392团第二营营妇田加德和战士们 活捉了一个日本士兵 这名日本士兵立即表示投降 田加德计划把这名日本士兵 交给江玉珍审问 战士们在把这名日本士兵 押送去江玉珍指挥部的路上 气不打一处来 开始你一拳 我一脚暴揍这名日本士兵 这名日本士兵不抗打 还没到达江玉珍那里 就被打死了 面对这种情况 江玉珍再次对战士们表示 日军太残暴了 不可原谅 以后继续坚持不接受日军投降 管他投降 不投降 统统枪毙 被活捉的日本士兵 10月7日 第196旅的有声力量 已经不足1000人 江玉珍想到这是最后一天了 便先组织了100多人先行突围 然而 他们刚刚冲出原平镇 就同日军的主力遇上了 100多名我军战士全部殉国 江玉珍不得不改变计划 准备在街道撤离命令时 集中所有力量突围 然而 计划没有变化快 阎西山预计郭宪将在8日失守 郭宪失守 日军就会直抵原平镇 而我军在原平镇一带的部队 还没有完成排兵部阵 3 江玉珍被日军砍下头颅 10月7日晚上 阎西山确认郭宪即将失守后 万般无奈地给江玉珍发了一封电报 再守三天 当年的原平镇街道 要说江玉珍此时不绝望肯定是假的 此时第196旅大约还有六七百名战士 既然要求再守三天 江玉珍心里十分清楚 这不仅是阎西山的无奈 而且很明显郭宪已经或者即将失守 郭宪失守后 包围原平镇的日军将会越来越多 而区区六七百名战士 面对阵内外的七万多日军 几乎发起一次像样的反击都不可能 江玉珍让通讯员回复了阎西山六个字 保证完成任务 江玉珍认为 自己同这六七百名战友 大概只有全部战死在原平镇了 七万多人攻打一个小镇 竟然用了七天也没有拿下 而且是在超过十打一的 绝对优势兵力的情况下 这令日军有些急火攻心 8号早上 开始发动了更加猛烈的进攻 第196旅死守原平镇随后 日军的人员越来越多 第196旅的战士意识到 郭县已经失守了 这些增加的日军士兵 应该是从郭县赶过来的 如果这个时候原平镇被日军突破 我军心口必然十分被动 十分悲壮的一幕出现了 第196旅的受伤战士 快速在自己身上绑上炸药 或者手榴弹 然后冒着枪林弹雨 用尽最后的力气冲向日军阵地 江玉珍根本拦不下来 对面的日军 也被这种誓死如归的气势吓蒙了 还没有等他们回过神来 一些战士已经冲入到他们的阵地 然后扑向一个个日本机枪手 第196旅 就是这样完全用几百条生命 去把日军拖住了三天 到10月10日夜晚 他们已经完全被困在了 城墙西南的角落 源源不断的日军冲入原平镇内 江玉珍认为任务已经完成了 依靠现在的500来人 要守住原平镇已经不可能 便安排士兵向镇外挖洞 到半夜12点左右 洞口已经挖好 出洞口就是一片高亮地 隐蔽性还不错 但是 当第一批战士摸出洞口时 刚刚抵达洞口不远的一小谷日军 对他们进行了猛烈扫射 原来是我军出了一名叛徒 把第196旅 挖地洞突围的消息 告诉了日军 日军就将信将疑地 派了一小谷部队 在这名叛徒的带领下 到这片高亮地寻找 同时火速增加兵力围攻第196旅 虽然第一批战士大部分牺牲了 但是有一小部分逃了出去 他们进行高亮地后 开始牵制外面的一小谷日军 原平镇内被炸成了废墟 我军洞内的战士逃出来时 一些被这群日军打死打伤了 也有一部分躲进了高亮地 作为旅长 江玉珍和张震灵 田家德最后从洞口逃了出来 三个人从高亮地爬上公路时 天已经蒙蒙亮 由于江玉珍身材高大 立即就被日军的炮兵发现了 日本炮兵往江玉珍方向连续炮轰 田家德听见炮响 回头一看 见江玉珍倒在了血泊中 他立即放下受伤的张震灵 打算去把江玉珍救走 田家德来到江玉珍身边 把他扶了起来 江玉珍一把推开田家德 这里危险 我不行了 快去把张震灵救走 记住为我报仇 江玉珍雕像被推倒的田家德站起来 正准备再次去扶江玉珍 另一枚炮弹落在了江玉珍身边 江玉珍身上燃起了熊熊大火 田家德立即奔向张震灵 把他扶进了高亮地摸索着逃走 日军见四周已经没有了我军战士的人影 只好胡乱地往高亮地里扫射了一阵 一名日军见江玉珍身上的火熄灭后 走过来砍下了江玉珍的头颅 准备带着这颗人头去领赏 四 为我军牺牲的将士力杯逃出来的第196旅战士 最后聚集到了驻扎在太原的禁隋军第34军 军部清点人数后只有500多人 这些生还的战士组建了一个新的营 继续投入到保家卫国的战斗中 日军残我国居民第196旅的战士撤退后 11日 日军完全占领了原平镇 进入镇内的日军 首先全部枪杀了无法撤退的第196旅伤员 日军随后开始进入居民家中搜索财物 由于江玉珍进入镇内转移居民的时候 居民几乎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转移出去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录